各位好,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我是裴函 今天是2019年5月22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西兰全国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状况 明天星期四,奥克兰将会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 降雨将会出现在早间的6点到10点之间,雨量非常的小 气温是9到18度 首都和林顿明天是晴朗天气,气温是10到17度 汉密尔顿明天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6到19度 南岛基督城明天多云,4到16度 黄厚镇明天有雨,气温是2到15度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新西兰教育部长Chris Hipkins表示 中学校长们要求加薪15%的要求可能不会被批准 那么除了加薪要求之外呢 中学校长们还要求多休一周的年假 每年呢有1000纽币的福利津贴 每年还有1500纽币的辅导费用等等 小学教师、校长和中学教师也曾经在这个集体校协议谈判中提出过类似的条件 但是呢,教育部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加薪3% 所以呢,谈判是陷入了僵局 目前小学老师和中学老师们都在为下周的联合罢工做准备 那么本周呢,一些学校老师将投票决定是否会加入他们的罢工行列 中学校长协会的Scott Hayens 表示 谈判虽然非常的艰难 他说,政府呢,应该兑现他们在竞选期间许下的承诺 很显然,他们现在面临很大的压力 但是,无论如何一诺千金,说到就要做到 他表示,长时间以来,教师行业一直都被忽视 现在呢,是时候来弥补这一点了 PPTA校长委员会的主席James Morris就表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货膨胀,日益复杂的工作不断增加等等情况 15%的加薪幅度是一个相当公平合理的数字 他表示,三分之一的校长年纪都超过了60岁 许多人面临退休或者离职 加薪可以吸引老师去竞聘校长 那么,教育部长Hipkins就表示 他不否认校长们的说法 但是,对他们提出加薪15%的要求并不支持 他说,就手投资金而言 15%的加薪幅度远远高出了其他的行业 因此呢,不太可能实现 但是呢,他表示这也只是谈判的开始 所以呢,谈判会继续看看进展如何 好,来看下一条 昨天,派克河矿坑的入口处 爆发出了欢呼声 时隔多年,派克河矿坑主门第一次被推开 专家们走进了矿坑 八年多前呢,有29名男子在矿下工作 在一次地下爆破之后呢 矿井塌方,29名矿工再也没有能够重返地面 那么,根据之前的计划 政府将会在5月3号重新进入现场 那么,经过矿下的氧气毒素采样之后呢 计划被推迟到昨天重启 在重开矿井现场 一些遇难者的家属是手持黄色气球 亲眼见证专家打通了长达30米的水泥风口 重新进入了矿坑 那么,现场的视频就显示 当门被打开的时候 家属群是爆发出了欢呼声 专家小组走进了这个入口的隧道 但是呢,很快又走了出来 负责派克河矿呢 事务部的部长Angel Little表示 新西兰不是一个让29人因公殉职 却置之不理的国家 今天呢,兑现了诺言 他表示呀,夺去这些人生命的悲剧 是监管失败的恶果 对于那些长时间等待的家庭来说 尽一切可能重启现场 是一种正义的行为 根据了解 在初次的重启之后呢 三个机构呢 将会再次重新进入现场 并且呢,进行重要的调查取证的工作 好,我们来关注下一条新闻 新西兰住房发展公共住房季度报告 昨天出炉 最新的社会住房等候名单显示 与去年同期相比 公屋等待人数增加了40% 政府呢,也是继续拨出 数百万元的紧急住房补贴资金 目前,公屋等候名单人数增长的速度 开始有所放缓 上个季度增长了3% 新西兰住房部长Phil Treffer表示 自工党政府上任以来 住房需求持续上升 是因为人们意识到 现在的政府看到了住房危机 并且愿意为解决这个问题呢 而努力 目前,申请紧急住房补贴的家庭数量 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政府提供的紧急住房补贴 可以为那些等候公屋时间过长 被迫住进酒店的人们提供资金支持 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呢 这笔资金是不需要偿还给政府的 好,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我是裴寒,再会 优优独播剧 or业务 circonsum 感谢观看